可爱又礼貌的西北小甜豆谁能不爱啊 工作人员拿着零食投喂玛丽奥 可她的道谢却让工作人员两眼一黑 玛丽奥属实把人情事故拿捏得死死了 爸爸带着玛丽奥去骑骆驼 差点被挤成肉饼的玛丽奥 不会直接说出来自己的想法 而是委婉地询问 不不 你不 我的位置小不小 你的位置大不大 不问 高情商 你的位置大不大 低情商 你的屁股太大了 分西瓜时 爸爸想要尝一口玛丽奥的西瓜 但玛丽奥浑身透露着拒绝 可能担心爸爸会伤心 最终勉为其难地给爸爸吃了一口 以为他护食的妈妈也开口说想吃 可玛丽奥的一句话直接把妈妈给问懵了 玛丽奥给我也吃一口 你也不错吧 我嘴不臭